我把你一个普通小吊丝 在咱们面前都说成金龟絮了 你还想咋呀 猫干 哎呀妈 正好跟您说个事 那个灿灿 你不是刚睡觉着吗 啥意思 听见我名的呗 行行 你出来出来 你坐这儿 来来来 最近灿灿老就是啥事也怪我 就有点感觉有点挑拨离界知道吗 你像 他挑拨离界 我挑拨离界 就感觉老背地里说我坏话 没有 像呢 砸卫生间的袜子 那有时候也有灿灿的 就每次都说是我的 还有那地上呢 有时候有垃圾吧 咱们一问 谁扔的垃圾 菜菜看都不看 欲饼扔的 谁让他也扔 就这些小事啊 其他一些事我就不想说了 你不说那么明白了啊 你这还说的不明白啊 你这说的多明白啊 那卫生间的袜子不就你扔的吗 那还能我扔的呀 我当场就洗出来了 也就你攒气龙珠 大家都是游牧共睹的 那这纸啊 还有我说嘛 你最近感冒 就你性鼻涕 这这这这种小事 你干嘛要放到明面上 还跟咱们告状呀 实际这个玉饼啊 菜菜整天他没 没在背后说你啥 菜菜整天就是说夸你 你知道吧 你还夸我呢 他可维护你了 我可维护你了 我还挑拨你了 你跟咱妈这段关系 你不这个咱娘俩的关系 他能挑拨动了 你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这个不用人家谁来说 你知道吧 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还有谁挑拨啊 你这坏都是明面上的 咱们也就看出来了 还有挑拨呀 还有我挑掉吧 你变给我 我平时我跟你说 你掏心窝似的说 咱俩谈来这六年 我在咱们面前没少夸你 你老觉得我挑拨你俩关系 你还背地里夸我呢 咱俩刚认识那会儿 你一米七五 我硬跟咱妈说你一米八 媚着良心 谁也不敌 这咋的一米七五 咋拉低平均升高了 还有啊 你的学习那渣渣 我跟咱妈说 你是个超级无敌大学霸啊 整天扶到我功课 扶到我作业呢 他上大学上来考虑学校 一米一米八 咋的了 我刷二要不行是吧 这咋突然反而散了呢 就是论事啊 我把你一个普通小吊丝 在咱们面前都说成金龟絮了 你还想咋呀 孟哥 这是说的啊 这我给他在整天相处 这一来几个月 一来几个月 他要是对我还恼了 或者是对你还恼了 我早就走了 我还看着他连这个的生活 那肯定是女婿是好女婿 知道吧 你也别叹气了 你就说 全网是不是都羡慕你们 你们母子俩关系好 这背后怎么能没有一个 明示里会维系的媳妇呢 全靠我苦苦支撑 咱们这个家才得以继续 你知道吗 然后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背后的我功不可没 哎呦 咱俩的关系是靠他维持的 可不了 你现在是反见我一句 我也就输在这张嘴上 说不过你 你说得过我你也没理 啥意思 那我错过你了呗 那呗 你就说我我容易吗 我摸个你说我容易吗 啊 你得把我挡成个恶 恶丈母娘吧 我那关系还得需要你来挑截啊 啊 没有你挑截 跟人家的关系就不行了啊 那女婿跟赵母娘的关系 肯定女儿功不可没 对这个灿燃那时候 对你挺好的 玉宾 嗯 他那时候就是说 给你那个 那个结婚的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都 那个彩礼特别多啊 他整天在我耳边 不能要人家的彩礼 不能要人家的彩礼 人家笑话妈妈 不能要人家的彩礼 整天在我耳边 吹那个耳边风 嗯 看来多像你 多像你们家 对不对啊 我说起这事 我现在host那个老毁 要少了 我跟你说 我应该要你要的 全家荡产 那现在又酷又懒又长 你可别这样说 要少了要少了 我可一分天没要啊 你可别给我来个 明天人家又该批判我了 要了要多少要多少的 又问我 我可一分天没要啊 先给你说明 你这一说 我现在心生愧疚啊 一会儿老泪综合 这个会议不适合三个人拍 你回避一下 我跟咱妈有话说 一会儿你跟咱妈 哎呀 那不得哭的 哭的那啥 里泪洗遍 我就是再有理 我也说不过你 我是发现 那不要我回避一下 你们继续开小会 那你回避一下 我跟咱妈说 说点车车话 哦 嗯 嗯 看arte ака妈 的 词 contr兴 说